阿仙奴壓熱刺,踢勾亂 力爭英超前四的阿仙奴,作客戶級的紐卡素 面對由老將下拍把棍起著,兵工廠半場顯得老鼠拉貴 由於賽前只領先熱刺一分,阿仙奴只要贏球就鎖定全四 52分鐘,哥斯尼入球打破金閣,最終險勝成功戶級的紐卡素 以38戰,73分第四名過終點 至於主場出擊的熱刺,加利夫巴里對新特蘭連番失機 沒有在遠場前,這位雙鳥足球先生入世界球電勝 不過贏球後,仍以一分之差落後阿仙奴,無緣歐聯 下季只能踢歐吧 車路士就憑桑馬達及費托入球,主場以2比1擊敗埃華頓 屈居曼聯及曼城後得第三